你会不会有一首歌是带着你的小熊猫的帽子出来唱 还没设计 还没设计 那天我去看张杰的演唱会啊 你不是很喜欢张杰吗 当然了 特别要在一起 来吧来吧 让我爱你 张杰那天在演唱会有一个互动的方式 快把我惊呆了 因为那天张杰就是突然他就跟观众说 他说你们给我力量 你们也因为大家在一起变得更有力量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谁更有力量 他就在舞台上说 伸出你们的手 我们在空中一起 掰腕子 然后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这样 这样 然后底下的女孩都亲家 就跟他一起掰腕子 我坐在那因为我40岁了 我说什么情况 然后娜娜坐在我旁边 他会笑晕过去了 这种互动方式 你先评价一下 你说 太小儿科了 不用评价他 那你呢 你用什么互动方式 空中晒焦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这个人是谁 完了 他是谁 没家 哎呀我错了 我错了 还有一招 还有一招 我也很感动 就是他当时他说 那个我们接下来 就是舞台的灯光熄灭 现场灯光熄灭 请每一个人用手机的闪光灯打开 那真的是一片璀璨的心海 这个 没什么呀 没什么 因为我 差点说年轻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我是让我把打火机打开 然后 然后唱 全场一片火机的海洋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十一年前又火机 我觉得那个 来吧来吧那首歌的时候 可以 你会唱吗这一次 会唱 这次演唱会 来吧来吧 你一唱特别二 这不是二 来吧来吧 说一首 我甚至觉得 你可以在中间 加一小段的脱口秀 因为我觉得你是 其实她是一个 冷面笑将的人 她也不给人留面子 所以呢 她会特别逗 而且她跟她的歌迷 玩起来一定会 留了面子了 留 刚才留了吗 留了 什么呢 比如说 我没好意思说你们 就是如果不留面子 还不是这么说的是吧 那必须的 算了还是留面子吧